老师们好 你好 他有没有一点像小李晨 那个身体姿势都很像 这是我的个人简历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我们有一份了 谢谢你 请坐 只还不错 还没人送我们一个夹子 谢谢 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李静业 目前是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应届硕士毕业生 然后在本科期间 我通过了英语专业八级 也在去年通过了 我国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而在社会实践方面 我有过三份律所 和一份法院的实习经历 然后在去到美国以后 我也参与了一个 有关国际代名庇护救助的 法律援助计划 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学所能 来为这个社会出一份力 谢谢 口条还挺清楚的 思路也很清晰 你在这个法总段组 待了半年的时间 你参加了几个项目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 反垄断限制期的 一个合规工作 然后参与了一个 反垄断申报的末期项目 然后后面参与了一个 银行招投标的项目 然后还有一个客户 来咨询一个有关 医疗器械投资事项的 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 这样 其余也会有一些 律师承接的惩罚项目 比如说合同修订之类的 你的这个面试成功率高吗 应该算挺高的吧 你觉得跟你长得帅有关系吗 我觉得颜值这个东西 就是对于雇佣者来说 它的第一印象肯定是会加分的 比如说我要去招一个模特 那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把这个百分比 定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而如果我是招一个 电子元件的设计工人 这样的话 我可能只会把它定在一个百分之五左右 而作为律师 因为我们其实是需要经常的去见客户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外观 一个体面的形象 可以帮助你在职业的初期 获得更多的机会 但是决定你能走得多远 以及你的目标能到多高 还是取决于你本身的一个专业能力 这孩子挺优秀的 他好厉害啊 如果是贝君和录取 你觉得你的颜值会占多少比例 我希望他占少一点 你在北外被叫做校草吗 他们会叫我草哥 对我觉得校草真的不太好 那我今天跟你引荐一下军和的草哥 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发现你的发型跟我也很像 但是你有一个比我强的地方 就是你的发量比我多 可能再过几年就不一定了 不要跟孩子比发量 然后你提到这个商务谈判队队员 北外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商务谈判队的话 我觉得它的设置的情景 是有点像我们的法律一个谈判的 打断一下 这是英语谈判是吧 对 那你就应应一下吧 这比赛是怎么回事 好吧 好的 对可能有一点难度 因为没有准备过 在国外念过书的应该语言都没有太大问题 你有什么要问我们的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四位老师 就是如果你们招收到了一个实习生 你会最期望他们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或者什么样的特质 他也很会问问题 我就需要认真 我不需要别的 我是 我比较期待这个实习生能够谦虚谨慎 不要是一个傲慢的人 我是要第一 他要有一个基础 他基础要好 他有法律基础要好 否则的话他将来发展比较讨厌 第二当然就是说他必须要认真 认真是做律师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 谢谢 在我看来就是可靠 可靠 一定要可靠 因为我把活交给你之后 我不希望这个 你让我惊讶 惊喜可以惊讶不行 明白 这个我们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吧 这个我们好像都没什么 对 他除了长得帅 他还有什么 各方面都很优秀 我觉得 有缺点吗 他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 缺点就是太帅 对 他可能就是以后看赛康 他这个对待压力 对待困难 那就下一位吧 好 在这里面有谁的刚才的表现 觉得印象最深 这样我记得我对那个李敬业吧 对 李敬业 对 我们北外的小帅哥 我对他的发言就很有印象 因为在当他被问到颜值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把这个问题分类了 他的这种对问题的分析跟反应能力 对这个工作的适配度就特别高 这就会在面试底大加分 他有一句话 就是一个律师开玩笑 就那律师事务所的 那个那个 颜值 对 就是他们所里面的所草 草 对草哥 说哎呀咱俩的发型都一样 只不过我的发量比你少 然后那年轻人说了一句 也许过几年就不一样了 对 就是你的发量比我多 没有 可能可能再过几年就不一定了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种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拉近 就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我就成了你 就这样一种关系的拉近 化解了尴尬 与此同时又表达了自己要努力的这种 这种潜台词 他情商好高啊 这是一个律师的思维 我想再给你 位置 不管是什么 ディー